谢谢阿尔基利亚 下面呢是DRCnet基金会代表发言 谢谢主席 我叫David Borden 93年以来呢 一直担任这个基金会的支援主任 我今天呢 想谈的问题呢 是目前国际条约体系当中的一些压力 一个呢就是禁毒 还有人权之间的这个紧张局势 基于禁令的禁毒呢 会出现有的时候侵犯人权的情况 有一些联合国的成员国呢 是大力的投资予予降低危害的活动 但是呢也有一些国家呢 在与毒品宣战的时候呢 进行反外处决 另外呢 还有一些国家呢 是把这个降低危害的一些行为定位刑事犯罪 比如说在我国呢 大马合法化呢 其实呢 也是民众啊 舆论啊 支持的 同时呢 也是因为啊 就是警方啊 有一些滥用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 以前的这个纽约市的这个市长的志力下 那么 那么大马啊 持有逮捕率呢 是上升了十倍 那么 警方呢 就是 经常的是要求 那些持有大马的人呢 把他们的兜啊 掏空 90%的被逮捕的人呢 其实都是有色人种 其实呢 在纽约啊 白人稀释大马也是非常严重的受影响的人呢 他们呢 在经济上 社会上被边缘化 这是因为呢 他们与刑事司法系统啊 有过接触 所以呢 嗯 其实呢 一共有300多个组织啊 签署了一个声明 是在2016年 特别联大之前 嗯 签署的 就是人权 议务啊 和 进度条约的议务啊 如果 就出现冲突的话呢 那么人权应当是 占上风的 那么 嗯 最好呢 是联合国 能够做一个整体啊 修改他的条约框架 这样的话呢 适应新的现实 我们呢 最后呢 像说 有一些 禁毒战争当中 滥用 嗯 侵犯人权的 这个 呃 现象 比如说 在 呃 克里米亚 在 俄罗斯 2014年入侵 克里米亚 入侵之后呢 呃 发现了这样的情况 那其实应该把他们 送交国际法院 加以处理 谢谢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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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